30而已 有点不太好意思 我已经打开了 有声音吗 先我要测试一下 先往下走过一遍 现在已经录音了吗 已经打开了 这边已经打开了 那讲两句 讲两句 今天第一次 然后把这个直播的时间 从8点半到了6点 实际上是有一点点匆忙的 是时间匆忙了 还是我们匆忙了 我们匆忙了 因为时间6点是固定的 但是我们好像稍微有一点手忙脚乱一点 再加上本人我今天稍微遇到了 两件事情 这个要让艾伦给大家讲一下 让大家开心开心 第一件事情 然后就是我下午开车的时候 然后从东边 然后开到城里 路过的那个地方 就是2017年 2017年的时候 然后我开车 然后那个女孩子 我送那个女孩子去喝酒 她下车的那个地方 因为我很少开车进城 所以那个地方 然后又看到那个地方 当时就 你知道我心里有点不舒服了 今天下午的时候 然后停好车 因为停车场都是关的 结果就停在路边 停在路边 抱了一点侥幸的心理 对吧 然后两个小时多一次 等差不多4点的时候 正好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过来 我就跟这位朋友沟通 聊了一下 聊了一下之后 对吧 4点10分 我在想超了10分钟 我的车应该是没事的 结果我去了之后 我的车已经被拖走了 这是Alan的第一个事情 车被拖走了 对对 来十几年 对吧 然后接触过各种各样的 因为各种旅游 接触过罚单是接受过的 但是是第一次车是被拖走的 所以今天直播之后 对吧 我还要再去取一次车 然后还要争取8点之前 对吧 然后再赶到家 然后不违反这个警命 所以今天Alan 今天就稍微奔波了一点 难以忘记 30岁的30左右的年纪 怎么感觉我过生日 然后我再补助一下 因为现在是禁令时期 那么GoldMister是拿到了 维州政府的一个Permission 就是允许我们再来公司 做这样的一个直播活动 所以说大家也要放心 我们并没有违反维州政府的 一个法律规定的制度 另外金融行业 整体上是必须的 叫Essential的Job 那么我们也非常荣幸 在疫情期间 继续为大家服务 那么现在加行时间如何 现在是57分 还有三分钟 第二个问题 Alan再讲一下 第二公斤就车被拖走了 然后有史以来第一次 四百块又没了 对 来到十几年第一次 然后今天A股 然后那只股票 应该是两周之前 我跟几个小伙伴 一起杀进去 买的那只股票 对吧 今天这个收益 然后就给这个罚单了 只是一天一只股票的 一个收益而已 Alan还有那么多的股票 和投资产品 所以说大家算一下 Alan一个股票 平均一天赚四百 十个股票赚四千 日进抖金 赚四千万别 哪能每天实现 稳定的收益率 实际上从上周开始 就是上周有一位朋友 对吧 有一位朋友是因为原油了 他是可能就是在这个原油 这个合约这边 没有搞得特别清楚 然后这又开了一个仓 那这个仓位呢 是比较大一点的 当时那个原油呢 有一点波动 这边呢 就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对吧 那我实际上从上周开始 因为这位朋友的这个事情了 我是有一点自责 就感觉是自己的 没有把这个事情做的特别的完美 没有就是帮大家照顾好这个 那上周开始 然后一直到昨天 昨天黄金是走了一波 对吧 然后这晚上 确实是走了一波 带走了好多人 对对 走的是太猛了 走的是太猛了 那实际上关于黄金呢 那今天呢 就是在这个就是快四点的时候 对吧 这位朋友跟这位朋友聊 也是这个黄金白银的一个看法 那实际上黄金白银 这一波的一个暴跌 对吧 我个人认为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还是因为之前这一波 是涨得太猛了 这个是根本的原因来的 跟第一季度美股 这个大幅的回调啊 根本原因是一样的 因为相信呢 相信大家关于美股的 第一季度这个回调呢 大家可能听到陆陆续续 各种各样的分析 我觉得啊 很多实际上是华众驱重来的 那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因为美股涨得太高了 所以回调是比较自然 那黄金呢 黄金跟白银这一波回调 也是这个根本原因的 在我个人看来啊 还有就是呢 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一点 就是说 黄金跟白银这波行情 是不是结束了 那我个人的观点 是没有结束 没有结束来的 但是呢 我不建议大家去接这把黑道 好吧 好提醒两位老师 现在是17点59分 也就是说还有一分钟 我们的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 大家呢 也都陆陆续续进入到直播间 我们目前直播间的人数是60人次 那我们就可以讲个广告了是不是 对 然后我们介绍一下 开心一刻 对 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直播主题 还有我们直播间的福利 然后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式的主题 好 那我们其实呢 大部分听众都是在30岁以上 40岁50岁60岁左右 那其实随着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啊 30而已 我们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了 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就是会围绕这个部电视剧啊 带给我们一些作为30岁以上的 我们有家庭的投资者 应该怎样去打理自己的一个资产 另外呢 我们的投资的风格啊 那么跟20岁左右的人 肯定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从黄金白银 最近波动比较大的 再到香港和中国的股市 那么最后回归到我们澳洲股市 基本上会把我们目前主流的 整个行情再跟大家及时的更新一下 那Alan有什么补充 实际上就是刚刚Jacky 也有讲到今天晚上的一些内容啊 那实际上我个人呢 我个人觉得 差不多到现在为止 就是出道三个月了嘛 出道三个月了 C位出道 也不是 当然不是C位的 就是钱没赚过 所以不叫C位出道是吧 是出道差不多三个月了 对吧 因为大家的这个厚爱啊 大家的这个 这个支持吧 对吧 我没有成为一个 就是一片歌手 对吧 或者只 只让大家记住了一首歌之后 就没有了的这样的一位选手 也没有出现一位这样子怎么说 伤众勇士的人物 对吧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了 对吧 那我相信接下来之后呢 我们GoMarkets这个团队也好 对吧 包括我本人也好 我们也是希望可以掠尽我们的绵薄之力 然后在投资这条路上呢 为大家提供有帮助的信息 跟有帮助的见解 嗯 好了 对 那么我们正式开始了 广告没有打 广告你来打 广告啊 就是感谢大家 就是说多拉朋友进来啊 我们虽然是六点 相信大家很多 确实是在做饭 或者是有自己的事情 那我们这个时候 也可以边听直播啊 不一定看我们 可以听个声音 那做自己的事情 另外呢 所有新老开悟的朋友呢 在本周啊 直播的时候呢 其实还是有我们的活动 那么老客户呢 就是20 这个新 推荐新人进来 然后开户交易 那么可以获得150块钱的一个现金奖励 对 两个人 两个人都可以获得 那么对于新客户的话 前20笔的股票交易呢 啊 价值也是200到300左右 200 啊 200分顶啊 200分顶啊 也是有一个像是完全免费的交易 对 好 那现在为止啊 那今天呢 我们就正式开始 今天晚上的一个直播内容啊 啊 大家好 我是GoMarket的Alan 啊 这位呢 是GoMarket的Jacky 那非常高兴啊 今天在这里呢 又跟大家相遇了 那今天呢 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跟Jacky有讲过 今天呢 是我们第一次把直播的时间 从8点半到了6点呢 那所以呢 就是我们可能啊 可能有一些细节方面 会显得略微的仓促了一点 好吧 那今天晚上的内容呢 那刚刚Jacky呢 就是也有讲过 我们呢 是以目前为止最热的一部剧 然后作为一条线 然后来贯穿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内容 在今天晚上的直播内容当中呢 主要的话题啊 有大概回顾一下 我出道三个月之内 对吧 然后我们陆陆续续谈到的一些产品 跟谈到的一些股票 我们呢来做一个回顾 跟一个我们的观点上的一个更新 好吧 今天晚上的内容呢 我跟Jacky我们争取做到 行散而神不散 好吧 这个就像我们做投资一样啊 那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投资风格 没有完全的好和坏 那么大家根据自己的一个交易理念和风格 形成自己的交易的神 这种神运形成了之后呢 其实会比较顺利 对 那我们背后的这个主题呢 大家也比较熟悉 先我给大家做一个风险提示啊 相信大家一直是在 最近半年会发现资本市场的波动呢 是非常大 尤其是呢 上半年到三月份为止 微型反转整个全球的股市 再到昨天晚上黄金 到今天下午四点钟五点钟 那么又是一个微型的反转 暴跌暴涨的背后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风险控制 很多人呢 我们一直建议澳洲的投资者 是拿适当的资金 拿我们用不到的 那么这些闲钱来做一些打理和理财 对 另外呢 我们今天给大家建议 就是一般性建议 那么GoMiles本来的这个总部啊 就是在墨尔本 所以说非常有幸 跟大家以前是能够面对面交流的 那么现在也是扩张到了欧洲 中东的迪拜 包括在东南亚地带呢 都已经是开了我们直属的公司 公司可以提供的呢 现在是有澳洲的股票 香港的啊 现在是指数 恒生指数 那么欧洲呢 也是指数 美国呢 也有个股啊 所以说呢 如果大家想要买一些美国的科技股 那么最近几个月 我观察一下 我们客户在美股上 基本上赚钱的比例和幅度都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有国际投资事业 在外汇方面的话 相信大家已经是尝到了 澳元对新兰纽币的这样的一个高额回报 澳元对纽币呢 今天是冲到了1.09 已经完全实现了我们之前给大家讲到的年度目标 还有呢 就是黄金和白银啊 这样的一些期货金属类的产品 所以说呢 大家有任何的需求 基本上我们都能满足大家的一个交易 对 Jacky我们看回第一页 好 第一页 第一页这边呢 这张PPT 实际上我们的海报 实际上周末 我们市场部的同事设计出来的 那30而已的话 我才想 是不是把我跟Jacky设计成这种拥抱的这种姿势 结果发现没有啊 两个人是被30这道坎 然后深深的隔开了 对吧 那两个 我们两位确实也是嘛 30确实是一个坎 对吧 然后把我们两个隔开了 那我们两个呢 也作为 对吧 然后30左右 这样的两个观点 或者两个就是投资风格吧 然后希望呢 可以用两个角度的这样的一个视角 为大家提供不一样的帮助 没错 对 那我们往下看 好 好 这个呢 就是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在30而已这部电视剧中 过了 又变成这样 这个啊 现在讲 现在Jacky上 那么大家呢也是能够看到了 刚刚背景呢是有几个人物的头像 那么其中呢有三位女主 我不知道大家对哪位女主角的这个印象最深刻 那么还有一些男士 其实呢在整个我看下来的过程中 我相信呢对我的价值观还是有一定影响 我不知道Alan有没有什么感悟啊 就是看了30而已 两三个家庭啊 可以说是两对家庭 那么还有一位是单身 那么这样的一个故事发生在30岁左右 对你在这个价值观以及投资的观点上 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和冲击呢 说到价值观的话 我觉得价值观影响到我 我觉得是比较难一点 因为啊 因为怎么说对吧 我作为一个非常老派的人 我觉得我的价值观呢 可能最近5年到10年呢 过去的5年到10年吧 基本上已经定型了 那但是他说到这个32页 我也是看下来的 一路看下来 那这里呢有三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点呢 就是说是我再一次感慨一次 江书颖这个名字太好了 对吧 然后我们讲说啊 我们讲说书颖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啊 对吧 江书颖的这个名字 我大概是在三年前 我知道了啊 有这位这样一位演员是叫这个名字的 我第一个感慨就是 哇他爸爸妈妈真的是太会起名字了 对这个名字非常漂亮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就是刚刚Jacky做的这个PPT里边 有一个顾佳跟许焕山嘛 对吧 那我就觉得有时候的婚姻生活 真的就像一座围城啊 对吧 那外边的人呢是想进去 里边的人呢是有一点想出来的 那我个人呢 我又是一直认为啊 我个人的个性当中 是有一点像围城当中的这个主角方红健 所以呢 我觉得吧 我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 我就看顾佳跟许焕山的一个一个婚姻吧 我是挺感慨的 我确实挺感慨的 就是有时候我们是有点 不知道自己是在幸福当中 对吧 反正是想进到城里呢 还是想出来呢 我当然是想进去了 我当然是想进去了 对吧 只是 还是在围城外面的人 对对对 只是对吧 然后那个女孩子对吧 没有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吧 然后把我的梦有大性 那第三点呢 第三点呢 就是说 这三位三位女主角的这个 姐妹情吧 有深深的就是让我非常的感慨 对吧 那从这三位的这个姐妹情呢 我想到了 乔峰段玉跟虚竹三位的兄弟情啊 对吧 想到这三位之后呢 又想到对吧 天龙八部当中 这三位在少林四万 跟这个丁春秋 然后慕容复 还有这个庄俱贤 三人的这样的一个比武 对吧 想到了这场比武之后呢 我就又想到了 倚天屠龙记 光明顶上的张无记 对吧 然后跟各大 跟六大门派这样的一个对决 对吧 想到了这个倚天屠龙记之后呢 又想到了倚天屠龙记的片围曲 爱江山更爱美人啊 这简直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我就又想到了 之前跟那个女孩子的一些点点滴滴 又深陷在恶性循环当中无法自拔 所以感慨颇深啊 我现在就有一个想法 如果是听我们直播的朋友有合适的 赶紧把Alan带走 这已经是深陷其中了 那么刚刚Alan讲到的 就是说个人的一个故事 对价值观和投资 都是影响比较深刻的 那么我呢 还是从数据上给大家做一些 这个理性的参考 Alan是偏感性的 在感情方面 那么后面这个表格呢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小 这个直播群里啊 跟小助手去要一下 很明显的是啊 那么在择偶上面 我们为什么要去比较呢 因为他和投资是一样的道理 在择偶上面呢 女生选择男生排在第一的 他会看这个男生的三观 是不是价值观 以及呢 对世界观的一些看法 认知够不够啊 这是女性选择男性的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女性呢 会看男性的发展潜力 就是看一下 是不是一支潜力股 未来呢 有没有更好的一个预期 第三点呢 就是看这位男生 背后的一个家庭情况 综合去考量 能不能给他一定的支持 那么不仅是有梦想 还要有现实 那么第四呢 是这位男生的性格 性格有的时候会决定成败 决定婚姻的 这个是否幸福 两个人能不能磨合的来 第五点呢 是看长相 所以说呢 这么多啊 就是排五个点嘛 那么女性看男性的 长相是排在最后的 那么其实排在前面呢 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 我认为 第一个是三观 第二是男生的发展潜力 第三个呢 是家庭状况 第四个是性格 第五是长相 所以说呢 我们作为男性朋友来讲的话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进行适当的一个扬长补短 或者是进行一个调整 对 那么反过来 男生看女生主要看什么呢 如果这个手机前啊 有大家是一对情侣 一起看直播的啊 不要受到这个价值观的影响 只是数据而已 不代表一切情侣 也不代表一切婚姻情况 男生看女生呢 第一点也是三观啊 首先要三观正 第二点呢 男生会选择判断女生的性格 好不好啊 说到这里呢 其实呢 我一直有这个 非常想感谢的一位女生 那么相信现在也是 在这个手机前会看我们的直播 那么 红颜知己 啊 就是 也可以很多 也可以只有一个 但是呢 其实包括像我们的同事啊 我相信大家都不太知道 我们小助手 其实是一位女生啊 叫万妮萨 那么他也是通常会跟大家这个解答所有的疑问 那这位女生就是万妮萨 哎 哦 所以说呢 性格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性格要好 那么在所有问题面前呢 男生会优先考虑这一点 那么第三点 哎 就是长相 Alan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 把长相也看在非常靠前的位置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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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我们就暂且相信他 第四点呢 是身材 我个人认为身材和长相是一样的 第五点才是家庭状况 所以说呢 在男女选择 另一半的时候呢 我会发现这个选择的标准呢 是有偏差的 那对投资来讲 它是怎么去匹配的呢 那么PPT上我有写到啊 对于第一点的三观啊 那么其实呢 就是公司的一个产品和公司本身的一个属性 比方说 我是做苹果的 我是这个苹果公司 我iPhone iMac这些电脑电子产品 还是说我是做一个超市 还是做一个农业农产品 还是军工类的板块 这个呢 就是直接啊 是排在第一位 如果我对军工类的不感兴趣 我是一个女生 我根本就搞不懂什么航母啊 航空母舰啊 是我就不会碰 所以说呢 三观是排在第一位的 将会直接决定我们作为投资者 会不会介入到这个金融产品中去 第二点呢 我这里写到的是发展潜力 我们投资股票 投资黄金 看的就是他未来的一个上涨潜力 这个呢 都是一样的 如果比方说Alan 我相信啊 你之后 想什么就能做成什么 那这个发展潜力 基本上属于逆天了 所以说呢 在公司面前 我们也是看这一点 那么排在第三的话 就是公司的财务状况啊 对等于我们作为男生和女生 背后的一个家庭状况 其实所以投资者 是更加理性的 那么投资者把公司财务状况 排在的是第三位啊 那么第四位的话 那么就是管理团队了 这个呢 可以理解为性格 所以说呢 我们会发现 哎 基本上对于选股票和女生 选择男生的标准 基本上是排序是一致的啊 第四点是管理团队 就是性格 一家公司 比方说GoMax 那么为什么GoMax 能够输出这么多的内容啊 就是因为管理团队 麦克他一直倡导的 那么这一点呢 将会直接决定 这家公司到底能走到 多高的一个高度 第四 第五点呢 就是K线图 K线图是什么 就是涨项了 我们看这家股票 走势好不好 走得漂不漂亮啊 其实这个就是K线图 带给我们的一个 涨项上的参考 所以说呢 我相信就是看完三十而已啊 这个就是我得出来的一些想法 那么也基本上符合 我们投资的一些价值观 对 非常的形象跟生动 但是 但是 但是对吧 但是Jeky 因为我发现了 我发现最近三个月 Jeky特别喜欢用这个 这个挑女朋友 对 或者女朋友挑男朋友 这样的一个情况来举例子 对吧 那这个情况有两种推断 有两种推断 那一个呢 对吧 就是用赵东祥老师的话来讲 对吧 春天到了 对吧 春天快来了 春天到了 现在是冬末 对 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Jeky 对吧 非常的擅长 所以非常习惯用自己擅长的东西 对吧 或者是看事情的一个角度 然后去为大家分析一些东西 对吧 这两点 对吧 然后大家觉得哪一点命中了 或者Jeky 距离哪一点更近 大家可以自己做一个判断 我认为好的投资是源于生活的 如果说是我们做一个投资的决策 家里的另一半不支持 那其实是做不好的 如果是你的投资决策 两个人能一起商量 像我和Alan 假设我们俩成家了 那我们俩如果是得出一致的结论 比方说今天黄金 哎 我就可以抄个底 那我们就可以试一下 那大家投个几万块 那如果Alan反对 那我想做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商量 我们只放一千块和两千块 双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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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说呢 价值观三观一致 还是择偶和投资的第一项 对 没问题 对 往下走 好 我们往下走 好 又是Jeky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我相信很多人都 对顾佳很熟悉 刚刚Alan也讲过了 那么顾佳呢 在三十二语这部剧里面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点 第一点呢 是他参加了太太团之后啊 买了一个茶厂 那么这个茶厂呢 是根据一个小道消息来的 Alan之前炒股票 听过小道消息吗 这不是前天吗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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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昨天 昨天又听到Jeky对吧 然后一个小道消息 说北京的一名朝阳群众 对吧 强烈推荐 我们的未来汽车 对吧 那实际上未来汽车 我有盯一段时间 有两位小伙伴已经上车了 一直在喊我上车 我呢 实际上在前天的时候 我上了车 对吧 那结果昨天的时候 我看到 对吧 Jeky分享这个消息之后 我又更加确认了 哇 连朝阳群众都已经确认了 对吧 未来汽车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那结果呢 我上了一定车 结果昨天晚上就打到我的止损 我就被 从车上又甩了下来 小道消息 火生生的例子 所以小道消息真的是不可信 Jeky露出了腼腆的笑容 确实是我做的 不太好意思 那么小道消息呢 包括顾佳呢 也是去了一个茶厂之后 发现亏损了一塌糊涂 然后呢 各种违章信息 都让这个茶厂损失惨重 那投资的时候 以前麦克还有我 还是艾伦 那么大家在这个市场里面 经常会听到 朋友推荐一个消息 但凡是到我们手里的消息 那绝对不是一手的 那可能是六手 七手八手 除非朝阳群众那个号 是Jeky的小号 那可能也是五手消息了 所以说呢 这是第一点 那么现在呢 我们结合到金融市场里面 我们会发现 黄金的暴涨暴跌 那么经常会跟突然发出的 一条消息 比方说特朗普 比方说疫苗 俄罗斯是不是又研制疫苗成功了 欧洲是不是又研究疫苗成功了 黄金夸暴跌 那么还有中美 中美在南海到底打起来了 还是没打起来 这个谁知道呢 对不对 我们有没有派人 派这个亲戚在南海 拿网友镜看一看 所以说呢 在这些新闻扑面而来的今天 在21世纪啊 大家拿手机就是满屏的新闻 一定要甄别哪些是小道消息 哪些是官方的认可的 对 这个很重要 我们讲就是 投资也好 对吧 或者我们做决定也好 现在这个时代啊 不是缺的不是消息 对吧 缺的永远不是消息 现在的问题是噪音太多 而信号太少啊 缺的是对的那一个 没错 所以还是要分清楚两个 对 就跟 又要来算了 打住 然后继续往下 第二点呢 就是顾佳对于细节上 拉起的非常精准啊 那么他是通过很多小的细节 发现老公出轨了 我相信很多人是没有这个 发现细节的这个能力的 但我要去培养一下 就是说在感情生活中啊 如果我们发现啊 不是说这个一定要出轨 就是发现两个人啊 一定要多聊天 多交流 那么顾佳的感情呢 和许万章也是因为两个人只谈工作 那么很少有长时间的这种 促膝而谈或者谈心 我认为呢 细节方面就是可以反映出来很多信号 那么像前段时间 阿里巴巴的股东 包括腾讯的股东 马化腾 马云 都在抛出股票 抛完了之后 股价为什么就跌了呢 还有前两天啊 这个亚马逊的股东 没有老板 贝佐斯 贝佐斯啊 大老板 也抛售了一定比例的 几个亿啊 我具体金额忘了 几个亿美金的 抛完之后 股价也跌了一下 那么我们也看到 纳斯达克呢 也是连跌了三到四天 所以说呢 这些小的细节 会不会告诉我们这家公司呢 管理层开始抛售 它到底背后是什么信号 至少呢 我们会停一停观望几天 所以说呢 这些信号一旦出现呢 我们就要适当地做出 我们策略上的调整 另外一个细节就是今天 今天一定要说的就是 恒生和中国的A50 今天呢 是恒生没跌 上午也没有跌 但是呢 中国股票一路下跌 最多呢 跌幅超过2% 但是呢 因为恒生没有跌 所以我们认为 在通常意义上来讲 下跌的时候呢 香港的股票下跌幅度 会大于中国大陆的 因为它的外资 是外资更加敏感 而今天上午 香港股市没跌 就证明了 其实呢 这个消息啊 或者是对A股的一个冲击 是很小 因此呢 下午的时候 就一个微星反转上来了 整个拆打50 上证指数呢 基本上是筑底完成 那么一万五千点也没有跌破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信号 对对 嗯 安兰有没有补充呢 哦 往下走应该会有了 现在还没有 就是顾家聪明了 这个总结起来就是顾家非常聪明 我这想最出色的交易员 对 然后第三点是非常 我觉得我做不到的 就是做事做人非常果敢果端 敢于离婚 在发现小三之后 不管许焕山怎么求他 那么最后坚定的是割肉离场了 对 我觉得这一点 是不是有点过于刚烈了 当然了 感情上我们只是做一个参考 对对对 这个呢 每个我们说的今天都是一般性建议 不考虑咱们个人的财务状况 所以说从一般性建议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做投资一定要设止损 对 那么黄金呢 我今天昨天晚上也是有止损的 那么在1960和1950纷纷止损了 所以说呢 不是我们就一定赚钱 我们也经常会止损 那么在出现偏差 适时走势 股价产品跟我们走势 跟预期判断会一致的时候 该设止损还一定是要设的 对那关于黄金呢 那关于昨天黄金对吧 然后黄金跟白银的下跌 我个人的一个解读就是说 根本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这一波上涨的太多了 所以呢 这一波回调是正常的回调 在我个人看来 我这是个人观点 那这个是正常的一个回调 那再有就是呢 那黄金跟白银是不是可以抄底的呢 我不认为他可以抄底 我不认为他可以抄底 昨天当黄金跌到2000块左右的时候 实际上当时是四点吧 还是五点呢 我当时是想发一个朋友圈 然后又通过朋友圈的方式来告诉大家的 后来呢 我犹豫了一下 因为我怕还是就觉得说是不是发出来 对吧 因为很多朋友他是在看涨的嘛 还是会怕就是影响到大家的一个情绪 或者怎么样对吧 那是这个呢 我没有发出这个朋友圈 那但是呢 从上周开始 我跟几位小伙伴 有在沟通交流的时候 我有透露出我个人的一个意愿 就是讲说我自己的NCM 从上周开始 我有考虑进行一个减仓的一个动作 那一直到昨天的时候 我的NCM减仓了三分之一 对吧 那今天呢 我就又走掉了三分之一 那关于我减仓的想法 跟减仓的动作呢 我也有在第一时间通知就是 有相关产品的这个小伙伴呢 可能有的朋友就觉得说你没有 你可能没有 你是在讲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知道对吧 从上周开始有听到 我减仓想法跟减仓动作小伙伴 可以把这个确认信号打在我们的弹幕上 虽然我们不可以打弹幕 这个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呢 打红包更直接 第三个呢 第三个的一个想法就是说黄金呢 那黄金我们接下来需要关注的一个价格 是1850到1750之间对吧 这个价格呢是非常宽泛的一个价格 因为黄金当时在1900的时候 我一直认为黄金是有机会回一次1600点的对吧 那但是呢这一波黄金太枉了 因为它冲破了2000点对吧 还是一直往上走 所以呢 我觉得它回下来这一只脚啊 是可以提到1750到1850这样一个区间的 如果说它跌到这个区间的话 我相信我Alan这一次机会啊 我可能不会错过 我可能会选择配置现货啊 但是呢我还要去看它等具体信号的一个出现 对吧那这个是这个是就是第三个吧 关于第三个跟大家分享的 嗯好的 关于黄金我还有想说的 对关于黄金最后我再补充一句 再补充一句 那有时候因为黄金跌起来很猛嘛 大家有时候会有这个疑问对吧 但是在我Alan看来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我跟Jacky我也已经说过了 黄金跟白银这一波回调 是正常的一个回调 对吧 是庄家出货 对吧 然后有人进场有人离场 如果大家硬要去解读之解读这一波回调的话 我更愿意去解读为是庄家扫啊 清扫散客这样的一个行情来的 所以呢黄金看涨的观点 我Alan能来是没有变更的 Jacky 哦我也是这个看法 因为刚刚你说到它是下跌嘛 下一个区间是1750到1850 对对对对 我觉得很难到啊 他如果到了我相信我可能会根据各种在指标数据啊 我可能会选择杀进去这样子 就杀的比较猛啊 因为Alan的投资周期都比较偏长 因为上周上周三的时候我不是还有反思吗 对吧 为什么在黄金跟黄金股跟黄金现货之间选择了黄金股对吧 没有那么激进的 好的 那我们往下走好那往下走啊这个还是就是这个就是我的我之前实际上做的这个啊这个PPT是没有变的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A50的指数 刚刚呢Jacky也有讲到过那A50的指数啊关心A50的指数 我的观点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变那A50往上走的话 一万五千八百点是会是一定的阻力 对吧 大家可以考虑把只营设在一万五千八这样的一个价格附近 对吧 如果往下看的话呢 有两个价格需要大家格外注意 一个呢就是Jacky刚刚有提到过就是一万五千点 对吧 那这个大关呢是比较关键的一个大关那往下看的更关键的一个大关呢我之前有表达过就是一 14650这个价格啊应该是三周前还是四周前A50有两天连续去啊试探大概是打到这个一万四千七百点这个左右 也就是说呢一万四千六百五这个价格是守住了 所以现在从我Alan的角度来看A50的上涨趋势是没有变的 中国的A股2020年依旧可期 有没有什么新闻新闻那新闻呢前一段时间的话就是应该是从上周吧上周开始的时候是军工板块涨势凶猛吧对吧那我呢我本人应该是在上周啊上周还是两两周之前我本人呢是跟几个小伙伴有杀戮去买一只股票那上周啊上周的时候当这只股票出现回调的时候我有让小伙伴呢就是止盈离场对吧虽然赚的不是很多了但是呢这只股票我本来是在上周的时候 还是拿着的直到今天为止啊对吧虽然大盘是有跌的但是我这只股票是有盈利的但是刚刚我也有跟Jacky讲过了因为我的车被拖走了所以我这只A股的盈利今天基本上是又打停了 我我先笑一下那么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这两天很多人问啊就是说Alan说到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回调那么我认为还是会有一定资金上的一个博弈那这个博弈呢之所以导致大量的一个做空呢是因为昨天下午我们也是收到了国内的一些朋友的推就是说推送啊他说是中国开放这个证券外资可以进入中国从事证券类行业那么大家知道GoMiles和其他的券商CommunSec都是一样大家靠手续费来 那么如果海外向我们杀到了中国去那其实中国的券商就处于相对的一个劣势从这个国际的一些目前来看的一个对比那么因此呢昨天券商板块自营盘啊他们是有自营盘的那么率先开始出货那么到今天呢上午基本上调整完毕了那么到下午刚刚我也跟Alan在直播之前给国内的朋友打个电话基本上国内还是在不停的去募资募资背后呢就是在筹集新的资金出费来资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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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 准备继续入市所以说呢A股现在现金流和流动性是足够支撑股价的一个长期上涨并且呢银行股最近被大量买入对对这个呢将直接支撑China50指数对应该是昨天昨天是银行板块领涨了嗯嗯好这方面我们就过往下看对那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张呢就是从上周然后对吧然后就是国内的朋友然后有发出来的他呢就是中信 中信集团发的一个内部通知那概括起来呢概括起来就是说那中信集团已经意识到对吧要节省成本呢就是要节流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实际上这个动作可以讲什么呢我个人的一个解读是我们可以解读现在中国的经济基本面确实没有那么好啊确实是什么降薪对没错没错然后陆陆续续的会出现降薪呢对吧 然后节一缩时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个人就觉得说这今年呢今年这个A股市场对吧然后是上升与基本面是没有多大关系的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流动性跟政策是这样一个驱动的一个行情好吧今天应该是中午的时候呢是央行又放了2000亿的一个逆回购 那么也是给A股继续现金流的支撑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出台了新的这个房改还是房产税吧类似房产税的一个税改那么大体文件我看了一下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本意上还是说抑制炒房啊就是说更加鼓励资金向股市流动而不是向房地产流动对对好继续往下走 好那这边呢这边我们就下一个话题了这个话题呢是从上周开始是比较热的那就是特朗普这边呢是以抖音然后为了为为新的打击对象啊对吧那为什么是抖音呢那为什么是抖音呢这边呢是有两个图那这边这个图呢就是讲说对吧因为啊因为美国是领先的对吧他是一个第一号的一个强国 那中国呢作为一个追赶者对吧那也就是说呢在过去的20年对于中国的企业或者世界上这些企业来说基本上是美国当美国出现一个新的商业模式的公司之后那中国这边呢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去复制对吧就是去复制那所以呢我们看到什么脸书啊亚马逊啊微软啊对吧然后像呃像什么谷歌对吧在中国呢都可以找到一个对应的 一个公司来的那但是抖音对吧但是抖音呢很简单呢从上周的时候口口应该有一期网客将抖音列为了民族之光啊那这个词呢这个评价也是非常高的我本人也是非常认同的那因为抖音呢怎么讲因为抖音他开创了一个短视频的模式放眼全球啊抖音在短视频上面是遥遥领天的 是没有人可以撼动他的地位的那抖音呢也一直在忙于2020年自己的IPO对吧但是呢在这个时候特朗普然后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动作对吧那因为政治目的也好因为这个经济目的也好将抖音列为这个目标那为什么是抖音呢很简单因为抖音就是民族之光了对吧那再往下看的这张图呢就有一点讽刺的 因为在过去的20年也好过去的30年也好美国人一直标榜自己是自由市场对吧自己是呃法律是不干政的政府是不去干预的对吧结果呢是自由市场只是一个借口只是一个筹码我们的抖音对吧然后有一点像待宰的羔羊来的对吧那我们的抖音呢是有落入这个圈套那但是呢就是从这个抖音对吧 特朗普对抖音下手这个消息爆发来爆发出之后呢就是被媒体报道出来之后呢我看到网上很多我们自己的同胞是有在批评张一鸣先生的对吧那是有在批评这个抖音的这个老板呢是觉得他有一点太软弱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那但是呢我个人就觉得说像张一鸣对吧他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到如此优秀的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一定要相信他是拥有非常高的智商的 他呢也是拥有非常棒的一个团队的我们相信呢我们在外边的这些人呢我们轻易下结瑞可能不会那么客观嗯其实在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关注最近美股的一些科技股啊那么之前在其实这个消息呢是虽然最近特朗普才公布出来但是在去年底今年初的时候一月到三月的时间呢抖音开始向海外扩张这个时候呢Facebook的老大扎克伯格就已经开始向美国白宫提出抗议 因为是侵占了Facebook在美国的市场并且速度非常坏从市场份额抖音从0到30%只用了两到三个月从30%到60%基本上又只用了一个半月所以说呢在六月份之前啊扎克伯格就已经坐不住了并且Facebook旗下呢开始频频出现了很多模仿抖音的APP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又发现美国呢趁机啊不仅是打压抖音还打压微信啊因此呢也就导致了 苹果和微信之间二选一的一个局面对这个呢都是完全牵扯出来的因此呢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其实担心中概股在美国上市的一些公司安冷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看法实际上就是从啊从去年开始吧对吧然后以阿里巴巴为首的这个为代表的中概股啊然后出现了一个从美股回流的动作吧对吧那有时候我们大家就看到这个消息也好或者怎么样大家不要只看到表题就一下就过去了 那大家要想一下背后的逻辑嘛对吧我们一直讲说这个阿里也好对吧包括网易也好包括京东也好我们的这些非常优秀的这个企业家对吧他们的一个眼光跟他们的一个思维方式是非常超前的也就是说呢我们看到中概股从美股回流到港股之后对吧我们可以解读为我们的这些企业家从他们的高度来看对吧中美关系恶化已经是 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了对吧那大家呢如果一会是要为保护自己也好或者保护企业也好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是非常怎么说非常具有前瞻性的我们讲运筹帷幄嘛对吧那你要高瞻远逐你才可以运筹帷幄嘛那我们的这些企业家是可以做到了这一点如果不考虑这个情感的话单纯从投资可能的回报率上来讲这样的一个结果会不会有利于 苹果或者是有利于美国的科技巨头呢比方说亚马逊比方说其他的一些公司短期短期方面的话我觉得是会有利的但是因为我中长期我是看好中国的嘛我是看好中国的国运我是看好中国的这些企业他们的做事的能力来的所以我觉得中长期对吧我们忍受这个短期的痛苦但是中长期对吧恒生指数也好 A50指数也好中国的A股也好对吧包括港股也好值得大家关注那如果我像现在趁着中美现在比较激烈的一个冲突然后逢低买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概念的一些股票这样的做法可取还是不可取呢我觉得是可取的因为是ADR嘛对吧现在就是两边上市嘛对吧所以说就是像我们之前讲到阿里巴巴一样 如果说你这边做空压或怎么样是无所谓的因为港股这边还是可以对吧你买你你卖的话我这边买了是这样子对其实港股现在已经看到很强的资金在注入了对对对然后港股在周线和月线图上啊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去画一条线在长周期的图形上呢它是一直呈现一个震荡向上啊就这样类似一个平行四边形向上的一个动态对所以说呢图形也走得非常好比中国的A股还要更好一些对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发现了一些中概股在美国像这个拼多多像阿里巴巴这一类的电商那我认为还是比较有机会的对未来汽车未来汽车现在还能进吗我觉得还可以你都被扫出来了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啊有点后悔当时我是4块5块对你就走掉了对对吧那关于啊关于恒生那我这边再多说一句因为从上周开始吧最近我们看到中国对吧也不说中国了 香港香港当局者对吧对于一部分的这个这个人事吧然后有采取进一步的这个行动那实际上我们看回中国的历史对吧任何一个大乱时代之后接下来就是一个大治的时代那当然了所谓的这个大治呢是有可能是过紧了对吧那因为啊因为香港这边呢我是觉得可能自从对吧1997年我们收回来之后然后是有一点放着太松了我们可能呢就是 就是有一点放松了警惕是吧造成了现在这个局面是有一点有一点失控的那但是当我们的当局就认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对吧然后他们有在做一些补救做事那这些补救做事是有可能对吧是有一点过于强硬也好或怎么样也好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冷受短期的一个痛苦是为了中长期这样的一个更好的明天这个我稍微持一点反对意见啊因为政治方面的话我相信大家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 欠人欠面对对对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不过多的谈论政治尤其是香港属于对海外华人来讲更多是一个自由的一个象征和标志啊但是呢如果对整个的一个从宏观上来讲中国的一个长期的统一它意识形态各方面文化背景等等那可能大家更希望跟大陆的一个体制比较接近啊月经济云好所以说呢两种观念呢也是一个冲撞 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看到了香港股市之前的表现一直很差但是从今天的走势我们看出来了其实香港背后呢目前基本上到达了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价值挖地这个意思呢就是海外资金呢该撤了也撤了现在呢发现中国大陆呢开始在资金上和这个金融领域开始逐渐开放 因此呢很多海外资金呢是愿意相信啊给中国这个大陆的一个给个机会啊继续回流到香港然后做一个就是说香港股市在未来几个月的波动幅度啊应该不会像之前那么大的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会大还是会表达还是会大还是会大这主要受美国影响吧没错没错因为实际上香港恒生里面呢虽然呢中概股也好对吧或者中国的资金然后南下也好但是在香港这个市场啊 国际资本我觉得仍然是握有绝大部分的一个话语权的那中国你这个资金虽然是可以做主或者或者有一定的话语权但是它拉的只是那几个龙头吧对吧对然后讲到这里我最后补充一点啊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客户啊当然呢我跟他还不太认识啊只不过有这样的一个案例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说香港恒生呢是有风红的我们之前很多人是忽略了这个风红但是这位客户呢风红其实已经赚了很多钱 那按照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如果只拿风红然后拿风红就卖掉呢在今年啊这个回报通过我们的统计来讲都非常不错那么回报率呢已经是基本上啊属于这样30%左右到40%的一个当然可能因为今年上半年中国的香港公司分红比较多不过这是一个投资的一个机会大家要熟悉每一个投资的品种对好那我往下好好那往下看看 那这一张就是我再说一遍因为这张图好像我有我有发过来的我有发过来的那就是说是现在市场上看空美元的声音是很强的对吧但是我个人呢我个人看来呀美元的熊市是不是来了我个人仍然是持怀疑态度的我仍然是持怀疑态度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美元对欧元对吧因为如果要说回美元指数的话实际上主要是跟着欧元对美元这样一个走势对吧那我个人因为是持一个观望 他在怀疑态度我个人呢我现在仍然不认为美元的熊市已经到了那而且我认为这一波行情有可能就是怎么说杀空还是杀空杀空美元的这个空头对吧那当市场上对吧看认为一个机会是一个机会的一个怎么说越来越多人认为他是一个机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大家一定要小心那黄金呢黄金就是啊黄金冲上 两千之后所有人都站出来讲黄金这个样子黄金那个样子我听到每次我听到这样子我就是很我就是会害怕的我就是会害怕的这个时候就觉得大家要走了对吧所以也有跟小伙伴讲的那虽然没有照顾到其实这我在打断稍微不好意思啊那个Joy呢是我们就是说西英瑞的一个分析师小女生非常优秀那么学习成绩也非常好那么他其实是在上周还是上上周提到了黄金价格会到1880 进场是比较合适的那么今天呢因为这个数字我当时和他一起应该是上周一起啊上上周然后呢我这个数字1888非常好啊所以今天也是到了啊我觉得应该鼓励奖励一下他这也可以发个红包发个红包哈哈哈那Alan继续讲这个美元的事情就是美元熊市已至吗我的回答是不是嗯对吧因为嗯美元熊市不熊市实际上主要就是看欧元美元对欧元了对吧那另外一个那再说的 多一点就是澳元嘛嗯对吧那澳元我之前有讲说0.72这个价是比较关键的那澳元对美元有去试图冲破0.72这个价位但是是没有的但是没有站坡没有站稳的嘛现在呢就有点往下走那而且我相信呢如果是如果是接下来一段时间如果这些公司跟企业出现这个违约潮或者破产潮的话如果违约了的话对啊我相信呢对于以这个美元作为计价货币 的一些债务发行的债发行这些公司债企业债如果出现违约的话市场上对于美元的需求是会出现一个放大的我吃怀疑态度哦你吃怀疑的OK没问题我们已经没有各自说服对方了是那我们往下走继续讨论一下因为表达下我的观点好不能把我就给枪辟了这个如果是美元开始上涨的话嗯那黄金是不是将要跌了呢 理论上来说是但是有可能黄金跟美元一起涨 但是我看最近的相关性还是很强啊大家如果手里有手机或者有K线图的话可以看一下美元指数在7月30号已经开始租底了然后呢黄金是在三天前才开始下跌你如果把只是几天然后当当做去标准的话是不是有点太过了它齿轮不可能百分之百卡的吗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个之后呢 那对啊就是美元是一个他俩还是有一定的相关性嘛就是大家在选择美元一直涨的话呢黄金自然回落那现在大家觉得黄金啊上涨那那美元是不是要下跌呢在今天对吧在今天原本不想讨论的今天结果JK选择了讨论没问题对吧那开始讨论了那很简单吧那我想问你那黄金上涨的逻辑是什么印钱嘛对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你再说 局部矛盾嘛对啊这是避险嘛对那美元我问你有没有避险的属性有避险属性对那如果说是美元有避险的属性黄金有避险的属性如果说我作为一个机构我就假设我有一亿的资金你觉得我会买什么呢我是不是要一亿资金全部砸向黄金呢但美元贬值啊那我就说你说一亿资金是不是要全部砸向黄金我可以投到 因为现在资金很多都开始流向欧洲了你不做值对没错是流向欧洲嘛所以欧元对美元然后一路走到了1.19嘛对那但是又怎么样了现在又到了1.17啊对吧那而且欧元上涨的这一波行情原因很简单原因背后的逻辑就是有两点一点呢就是欧洲这一次对于疫情反应非常迅速各种补贴政策也好或者财政政策支持也好 因为之前我们看欧洲他作为一个盟就是欧盟嘛对作为一个联盟他走的路线是货币政策跟财财政政策是不相符的他只是在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没有这个支持的但是这一波行情之外我们看到的是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是两条腿走路的那所以呢市场上对于欧洲区的一个预期就是说因为你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一起走路的 所以你欧洲的经济可能会比美国然后反弹的更为迅速一点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美国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对吧因为这个种族的问题爆发了一定的冲突对吧让资本对于美国的市场产生了一定的动摇也就是说这一里一外的原因对吧导致美元有进行一个回调我不是肯定说美元一定会涨对吧我现在只是怀疑你说美元的熊市到了 我不认为美元的熊市到了那到11月份大选之前美元的价格跟今年比你认为会怎样我认为会上涨你认为会上涨那也就是说澳元要从0.71跌到0.70以下对我觉得是大概率的到11月就大选前后嘛美国大选前后还要做美国大选前后还有个疑问如果说是借美元债务的国际企业开始出现倒闭那大家就不需要美元了没有但是这个时候你当你 出现倒闭的时候比方说我是一家美国银行我给你的评价是三个亿级别对吧我敢借给你一亿的贷款利率是5%但是当你Jacky出现了违约了之后对吧Mike他借了我一亿我敢不敢以5%的借给他我不敢因为他的风险级别已经上升了这个时候的贷款利率会是10% 那这个时候就会造成了你市场上你带不到美元也就是说你美元的钢区会有一个提升有道理吧有道理准备了大家听懂了就行了其实在这个非美货币中我个人比较更加看空的是新西兰的纽币和澳洲的澳元对因为你因为纽币也不是说昨天已经表现出来对对对纽币实际上走了因为新西兰的疫情又出现一定反复加上今早大放水今天早上 像新西兰应该是央行和今天新西兰又进入了stage3第三阶段相当于是澳洲的第四阶段因为新西兰发生了四起的社区感染新西兰一向是已经封国了但是还是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因此早上新西兰是可能会实行负利率考虑如果是新西兰实行负利率那么对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将是重击对对对好的地方就是新西兰市场稍微小一点对对但是传递出来的政策 这个新号将会导致我们的资本市场进一步上涨大幅迈进我不认为我不认为他有勇气对吧跟能力实现这个负利率对我包括美国他如果想实行负利率的话我觉得都难度都很大美国应该很难我觉得难度都很大对那我们继续往下走好那到了这里到了这里之后就跟大家推荐几只股票对吧那推荐几只股票那第一个呢龙兰是对吧之前推荐过的 很无聊嘛我这个人就这么无聊啊对吧还是给推荐大家推荐一下 那第二个呢就是West Farmer实际上West Farmer呢应该是一个月前一个月前有跟一位先生然后推荐过因为当时他是问的问题是说澳洲的哪几只肌建股然后有值得关注我当时呢有给他推荐这个West Farmer因为West Farmer之后他那个集团特别好的一个地方是啥都有啥都有没错没错 一篮子的东西然后而且而且还都是关注到澳大利亚的国运来的就是有基建有矿产对吧然后有有反正这些东西那些东西所以West Farmer 而且West Farmer从三月之后对吧一直到今天为止他的一个股价已经实现了一个V型的反转因为我们知道澳洲的大盘ASX200还是没有的嘛 所以呢他是跑赢澳洲大盘的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新朋友他叫NSR 那他呢他是做的一个业务是做一个存储的业务也就是说大家是对吧如果在那里比方有一个盒子我把我把东西放在那里然后做一下存储 他这个公司我大概研究了一下我觉得还是可以的那大家呢大家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进一步研究他一下或者是至少把它放入我的一个watch list里边 好吧NSR是值得大家关注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A2A2实际上昨天呢昨天我跟一位朋友在讨论的时候他问我讲说因为A2跌破了19块要不要近一点 那我个人呢我个人看一下图暂时不要因为A2虽然是之前有推荐过提过他的一个防守属性但是呢A2从图上看就是刚刚JK说的颜值方面 颜值方面对最近呢出现了一点点的瑕疵所谓的瑕疵呢就是说他在这个19块这个价格呀是第三次走到19块那这一次呢是有打破这个19块嗯 所以呢从图上来看的话A2的话我们大家可能要稍微关注一下好吧那我们继续往下嗯好那最后一张最后一张就是伟大的凯恩斯对吧伟大的凯恩斯讲了一句话啊讲再一句话呢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市场他一个不理智对吧会保持一个很久的时间所以大家呢不管是因为很多朋友会问呢现在这个经济跟那个股市这个差异啊是已经很多了对吧那实际上现在就是这么一个事实吧 这个事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那用凯恩斯老先生的一句话去讲说市场的一个不合理性可能啊可能要超过我们想象的那今天呢这些内容呢就是我们直播的大部分的内容了接下来的15分钟部分呢交给我们的这些朋友朋友们呢可以提问我跟JK来做一个回答 嗯我先插播个广告 好一个广告啊 大家就是说口渴了去喝口水然后放好了吃点饭啊然后剩下的10分钟呢我们就回答一下问题同样呢是GoMax成立了20多年啊1998年成立的那么现在在五大洲四大洋啊大洋上没有办公室五大洲基本上都有了所以说呢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啊我们是这个中西河就是说都有啊有这个英文的同事有老外啊也有这个中东的 那么在24小时帮大家去服务很多时候呢比方说啊因为黄金有时候是晚上开盘啊晚上也可以交易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中东和英国的同事在为大家服务对所以说选择这样一家国际化的公司我认为还是比较靠谱的第二点呢我认为就是质量不管是交易的质量和这个服务的质量啊应该还都不错 那么基本上能够满足大家的一个需求那么现在的话开户啊大家新客户的话那么股票交易啊如果大家不熟悉黄金外汇的话先从股票开始也没问题那么前20笔交易是免费的黄金的话成本呢也非常低啊基本上一手呢只是6块钱澳币一手是什么概念啊 价值大概是19万啊19万美金然后我们才收6块钱澳币所以说按照这样的一个比例麦克总说我们是稀饭钱啊你觉得就是说给大家一个平台啊让大家能够去随时随刻的啊去根据及时的一个新闻和消息判断然后把自己的判断分析变现啊现在以前说知识变现现在呢又是短视频变现金融领域一直都是我们的分析逻辑 把我们的思想变现我觉得这个呢是大家需要去不断学习的也是能一直成长的对因为事实上呢就是在澳大利亚对吧然后可以做股票或者做任何别的产品的公司是比较多的嗯对吧那但是呢gold markets这边呢我们一直讲说我们自己的优势啊我们自己讲说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呢啊从我这个角度来看还是比较强大的我们每个人的风格特点呢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跟Jacky也好对吧或者我另外其他同学也好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 我们的支持希望可以通过我们观点的输出可以为大家提供一定的帮助Jacky问题有人在表扬你表扬我对说这个黄金我们确实是给到了这样的一个下跌的一个风险提示啊谢谢这位朋友有将这个提示打在字幕上有的有的然后问这个19块钱买入了A2奶粉啊是否还可以继续持有你虽然不建议继续进 但已经有了持有啊可以持有啊可以持有啊对对那还有啊还有就是有黄金股的朋友对吧如果大家有一定的困选大家也可以继续持有的因为我刚刚有讲过嘛黄金的行情是没有结束的就是3000点还是可期的对啊没错还画在那儿3000的目标没有变对吧3000的目标没有变我个人简单啊是想我对吧等一下因为我刚刚有讲说我有钉现货嘛嗯对吧那如果现货的话我可能有子弹了这样子嗯好的 然后还有这个朋友问啊这个AWC怎么看好像是做铝的还是做什么是不是对对对对这个呢是coco比较擅长的啊那么大家可以问一下coco然后黄金和白银比较相似啊Alan再顺带讲一下白银好了哦白银呢白银实际上是跟黄金的他们的关系一般是黄金走在前面白银是存在一个滞后那所谓的这个滞后呢就是黄金冲上来对吧白银呢可能说是冲的会比较慢一点 黄金如果跌下来的话呢白银如果跌下来的话呢白银呢也可能会陆陆续续的跟上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因为黄金已经走出了一个历史的新高所以黄金这一波的回调啊是有可能大过白银的回调的因为白银历史的价格历史的高位是在好像30到40这样的一个价位价位嘛对吧所以就讲说实际上逻辑是一样的对 还有朋友问这个MSBMSB不在200指数里面吧在在那你分析一下吧MSB也是就是我本来对他没有什么了解的但是呢就是我从朋友的口中然后听说了他这只股票是有一点腰的应该是前天前天的时候还连续啊连续出现一个上涨等上涨过之后昨天呢是出现了一个下跌然后今天呢是又出现了一个下跌啊 过多的业务还是做这个细胞药物的对吧然后我讲说他是傲骨的一个药神嘛那他的业务跟财报我具体没有仔细的去看他应该是暴跌了吧暴跌暴跌暴跌那我从图上看我看到的一个价位是三块钱到三块二是他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支撑的那也希望他呢是可以扛得住对吧如果大家英文好的话他应该是前段时间出了一个 年报布局预期对还有一个就是说澳洲的这个药监会还是什么机构对他有一个质检的一个看法但那个文章全是英文呢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下那个影响很大然后还有人问这个ARX我不太了解你了解吗ARX也是听了听一位朋友讲的朋友很多啊ARX应该是个小盘故吧小盘故小盘故小盘故那就是说这种的 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大份的时间呢还是放在这个白马啊就是如果是两匹马一个是白马一个是黑马我们还是目前比较喜欢白马股因为我也问了很多朋友啊这个女性朋友问了很多大家对于一个黑马潜力股还是一个一匹白马他们更加大比例的看好是白马股现在的投资也是这样的其实大家都比较现实就是说在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你说我为了爱情我选一匹黑马这个难度其实比以往经济环境好 考的时候要稍微难一点那么机构投资者的话现在也是抱团抱团扎堆啊扎堆到这个像美国市场就是啊这个几大科技股嘛啊Facebook亚马逊苹果那么澳洲也是一样的从现在银行股上不去呢大家还是扎堆到了几家科技股优秀的一些大盘股至少保证加工资倒闭不了但凡有财务风险的那么现在我都不建议大家去持有对刚刚在讲对吧然后Jacky又一次不出意料的提到了爱情这两个字啊对吧 那我就再拉回我们的主题三十而已啊刚刚呢提到这个白马对吧因为三十而已里边有一个主角对吧然后就是江书颖对吧扮演的这位这位角色嘛对吧那他呢我感觉可能是要求稍微有一点高他可能总觉得我的另一半将来是会骑着白马来的一位王子吧对吧那但是有时候对吧我们可能啊可能真的是要稍微现实一点啊 那所谓现实一点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大家在这个年仅好的时候大家买股票是可以实现一年20%的增长的话对吧那如果在这个动荡的岁月的话大家可以实现10%的回报可能就已经不错了嗯然后黄金股大家还是有问一些个股啊像RL啊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那其实黄金股大概方向给出来了啊就是说对对现在是在减仓那么什么时候加仓呢 加仓再考虑要不要加仓黄金啊呃你是买黄金期货还是现货就是1900的那个啊对那还有人问ANN和CSL两支科技这个医药股医疗医药医药啊再可以聊一下呃这个上次也说了CSL呢就是大的环境没有什么变化公司率也很健康但是呢受疫情影响它的这个血浆血清的来源受到了一定的这个呃损失啊那么NN的话基本上也没有什么 太大的改变这些公司的话不会受疫情的冲击变化太大啊因为本身就不是靠疫情这个就是说面对面啊或者说是线下的这些业务来赚钱的对因为要提到这个CSL啊实际上很多朋友啊他可能我很多朋友吧可能会讲说对吧因为你这个疫苗然后再往疫苗马上出来了所以我要去买这个CSL嗯实际上我是觉得这可能是大部分的一个想法我们呢可能要反过来去想 正是因为你疫苗再往所以向对吧然后资金去炒作这个医疗股啊或者医疗板块它这个动力啊可能就是没有那么足对还有就是说呃大家看这些公司啊就是凭感觉的比较多还就是我一听听一耳朵觉得CSL是搞这个医疗医疗的我就应该觉得应该去买哎觉得之前是300块钱跌到280我就该进这其实是不对的你想啊一个就是说那么多之前中国也好澳洲也好大家以前啊 就是那些财团啊那些企业啊一年赚几千万几个亿那么说倒就倒了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一定要去抓细节啊像顾价一样去抓细节把这些细节揪出来之后看看他今年到底怎么样还有人问这个SYD新机场因为时间关系就最后一提啊这些我们都有股评报告也有大家自己的这个投资顾问那么SYD呢他在今年和明年的现金流足够支撑他的运营就是说我就是什么也不干我每天发工资我不赚钱我也能支撑到明年底 所以说当这样的财大七出的白马股出现的时候你选他还是说选明年明天就可能倒闭的黑马啊所以我认为现在就很明显我们要选择资金足够充足这些白马股对实际SYD的话就是再补充一句就是他应该是进行了一个跟澳行一样的动作就是通过增发股票来募集资金呢对吧那从现在的信息来看呢他好像增发的股票好像是4块6毛1吧对吧所以呢 那所以对于大家在紧盯SYD的朋友们大家可能要关注一下观望一下而不要说是冒冒然的选择进行一个抄底的动作好吧 那差不多了 大家好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了今天因为八点是宵禁嘛所以我们今天就准时结束了好像魏老师这样也可以在八点之前宵禁之前回到家 所以我还要去取车哈哈哈魏老师还要去取车所以今天就在就到这里然后最后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想要领取我们刚刚节目中提取的福利就是啊比如说新客户前20笔交易股票交易免费还有啊我们的老客户这个150刀的这个优惠可以添加我们小助手的微信在我们呃就是结结束以后给我们小助手留言留言您的姓名和电话让我们小助手知道您有意见 想参加这个活动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好那今天呢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直播的内容啊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再次对吧然后守在电脑前跟手机前然后观看我们的直播啊我呢是GoMarkets的Alan然后这位呢是GoMarkets的Jacky我们下期节目见 谢谢大家对最后插插一句啊因为我们呃现在开通了线上呃小课堂这个系列所以我们周二和周四也会有呃讲师在线上给我们做两期呃呃网课那这个网课和我们直播的形式有一些区别会更加专业性所以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小助手的微信去要这个直播的链接呃 就可以直接观看好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啊